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梅威瑟的经理人 我叫马克 与那须穿天心选手的比赛 你们看得开心吗 弗洛伊德·梅威瑟是最强的拳击选手 不仅拥有5败记录 还拿过5个级别的金腰带 虽然他已经退役了 但他的生涯获得奖金 被称为800亿日元 2017年为止 被称为世界上最会赚钱的运动选手的他 可是拥有巨额财产 是这世纪最大的超级明星的 虽然不能说得太大声 但在日本拿到的奖金 大概是10亿日元左右吧 刚刚打完跟天心选手的比赛 现在再回美国的路上呢 今天也是很辛苦的一天 喂 马克 你在干嘛 是 肉 肉 肉不够吃啊 地球是围绕着梅威斯在转的 他说的话就是绝对 嗯 是什么样的一天 那实在是太夸张了 被他的任性耍得团团转呀 肉还没好吗 快点 是 但是飞机里没有这么多 那你就跳下去买 诶 还想知道更详细点 伤脑筋呀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你们一定不能说 是我告诉你们哦 我们入住的是东京的超高级酒店 一晚要200万日元的总统套房 比赛当天的早晨 走啊 真美丽的景色 那座漂亮的山是哪里啊 那是富士山 很壮观的 他突然说出让人吃惊的话 哦 我们去看吧 诶 诶 啊 如果现在去看富士山 就赶不及比赛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当然全力阻止 等等 有比赛啊 会来不及的 这样不行的 不要 我就是要去 我想去 如果他不高兴的话 就不肯比赛了 给大家造成困扰 真的很抱歉 那去购物吧 顺便能游览一下日本 我就原谅你 这附近有没有好地方 这样如果购物的话 去银座附近很方便的 好 就去那里 哦 这里很时尚吧 先去看衣服跟饰品吧 是 就算是比赛当天也毫无影响 既然在银座购物 他一点都安静不下来 然后就在银座的范思哲疯狂购物 从这儿到这儿 我全要了 买东西的方式是一排的 很豪爽的买段高级品牌的商品 怎么样 非常好 大家别忘了 这还是比赛当天哦 等一下还要去比那场 世界瞩目的大比赛 真合适 大帅哥 我只能这样说着 然后他心情很好的离开银座 哦 一动就饿了 想吃肉 啊 你没动多少吧 然后去日本有名的烧肉店 叙叙院 吃午餐 他真的很喜欢吃肉 日本的肉真好吃 吃这么多没问题吗 就算在比赛前也完全不管 他还很开心 日本的肉品质很好呢 然后回酒店放松后 去会场前 竟然跟工作人员提出了很夸张的要求 在我的休息室 准备好60人份的肯德基 如果准备不了 我就不比赛哦 哎 不好意思啊 这么突然没办法准备60人份 其他分店在哪里呢 日本的大家真对不起 结果他晚了一个小时才到会场 多亏了日本的工作人员 他的心情才能保持得这么开心 大家来开炸鸡派对吧 配啤酒 好像还喝了酒呢 尽情享受了日本的他 很开心的前往比赛 哎 热身 他不需要的 It's show time 比赛结果就如同大家所看到的 一回合KO获胜 世界最强 虽然这是娱乐赛 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力以赴 希望天心以后还是要加油 你的全力以赴到底是什么呀 比完赛马上就直接前往雨田机场 因为他要赶回去美国参加过年倒数 今天的比赛也太棒了 好 那回家吧 不然赶不上倒数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回美国的路上 喂 路好了没 是 马上到 雨上就是跟纳虚川天心比赛 当天的梅威色的夸张的一天 你从刚才就在嘀咕什么 没有的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人类瑕疵大学 今后会不断继续研究 人类的问题与bug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他视频也进行观看